养蝦二十年从来没有赔过钱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养蝦年年都赚钱 不但是浙江学产养殖记录的第一名 还让当地渔民从此不古于 只想和他学养蝦绝技 这位浙江的渔蝦养殖户 如何遇见商机 把没人敢乘出的六百亩地 从烫手占玉变成了发财工具 靠独特的豪华大棚养殖 让每亩地产出的虾子 价值好几十万人民币 惊人的高产量 让你在三分钟内随手一捞 就能捞上十几只虾子 中国人赚钱到底有多行 养蝦二十年从不赔钱的生意要告诉您 中国人真行 这是一个沿海的小遗孙 苏宁们是但以出海捕鱼为生 但在这个小遗孙里家喻户晓的 却是一个浙江省 在陆地上水产养殖的顶尖高手 这个人就是陈文龙 今年五十三岁 他养殖南美白对虾 平均每亩的净利润 在浙江省范围内是最高的 养殖南美白对虾 平均每亩的净利润一般在几千元 最多不会超过一万万 而陈文龙养殖南美白对虾的净利润 却可以达到十一万万 创造了浙江省农业级疑丝记录 陈文龙在村里家喻户晓 不仅仅是因为他母产的高利润 更是因为他不爱搭帮凑伙 喜欢独来独往的个性 就是因为这种不一样 陈文龙在搞养殖的二十多年里 只要他用一做 就从来没有赔过钱 如果说陈文龙到底怎么和别人不一样 大家肯定会提起 2002年的那次土地招标会 才有这个调整 刷量好以后 签了一个公告 在外面签了一个公告 公告就是把传政的人 有一技之长的 有技术的人 就是来承包 春节之前的农历腊月二十三 小沙镇政府举办招标会 把六百亩土地正式对外承包 会场内外 人们的话题都集中在了陈文龙身上 并且很快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一派认为 陈文龙肯定会来争取 承包着六百亩土地 因为他是当时镇里最大的养殖物 另一派说 陈文龙肯定不会来 因为这个人做事情 向来都是与众不同 两种观点都有依据 当时陈文龙做的 还不像现在这样大 为什么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陈文龙是土生土长的 小沙镇毛治村人 和父辈们一样 十几岁时就出海打云 1983年 陈文龙出海捕鱼时遭遇风浪 渔船被毁 他干脆就放弃了出海 到岸上搞起了养殖 无意间成了小沙镇 陆地水产养殖的第一人 当年陈文龙养了三百亩中国对象 一年就赚到了三万七千元钱 这时候的我 你三万七千块到现在的三万七千块不一样 八三里的我三万七千块 现在可能三百万多了 为什么呢 这时候没看到钱 都是十块 十块十块 没有五十块 对吧 在冒险户还很稀罕的年代 一个矛头小伙 一年赚了三万多元钱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并纷纷笑话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 上岸搞养殖的人越来越多 在镇上有六七十个人 开始上岸养殖中国对虾的时候 陈文龙却不干了 他跑到附近乡镇的农场做工去了 就在对虾人工养殖如日中天的时候 一场对虾被害席卷全国 九二年 那个对虾白万病爆发以后 可以说中国的对虾养殖师 受到严重打击 基本上全不是 包括中国的对虾 包括海南 包括浙江 包括福建 包括江苏 全不是 这个这时候养殖户是怕了 小沙镇的养殖户也未能幸免 到了一九九三年 没有人敢在承包池塘养蝦 就在别人纷纷退出的时候 陈文龙却杀了个回马乡 出人意料地 重新承包下村里所有的池塘 搞起了混养 就在大家都不敢搞养殖的那一年 陈文龙凭借混养的方式 每亩池塘的净利润达到了五千万 就是陈文龙的这种幸福 让人觉得他为人处事 总是与众不同 甚至出人意料 这次六百亩土地 他是否要承包 人们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2002年初 招标会就在这个会议室举办 三十多个养殖户参与竞标 正如一些人所预料的那样 陈文龙并没有出现在会场 我们把这个承包的 转业的具体的情话给他们讲 讲明白 讲清楚 根本是具体的是承包几年 承包费是怎么交 招标会从早上八点开到下午两点半 竟然没有一个人承包 一个人也没有报名 那么他们都走了发起 原来大家是感觉到池塘改造费用太高 并且对大面积养殖的风险有所不定 人家要的话我不来了 人家不要的话你给我 不要再加个费 在承包下证明的六百亩徒弟之后 陈文龙还放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这六百亩改造 我不过坐下第一 我肯定要过这次 陈文龙前几次选择都赚到了钱 这次他又在别人放弃六百亩徒弟的时候 高调扩张 他有什么高招让自己成为这张第一 一个没人敢承租的土地 为何陈文龙敢打下二十年的积蓄来承包 他精心打造的养瞎大棚里 设备到底有多奢华 让专家们看了都叹为观止 他如何靠大棚养殖来提高瞎子的产量 让人在短短三分钟内 随手捞起十斤瞎子也没问题 休息一下 浙江独一无二的豪华养瞎大棚 即将公开 浙江有个赚钱达人 养瞎二十年从来没有赔过钱 正当虾市场逐渐萎缩时 他却接下一个没人敢承包的六百亩地来养瞎 甚至还夸下海口 说要做出浙江第一 究竟他看到了什么商机 愿意砸下二十年来的积蓄 就算生病住了院 也要忍得病痛来养瞎 他如何靠豪华的大棚养殖这张王牌 养出能在冬天新鲜上市的活跳虾 让他在短短一年内 就赚回投入的二十年积蓄 赚钱达人的养瞎绝技 到底安藏什么秘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国引进一种叫做南美白对虾的品种 在1992年中国对虾遭遇病害之后 南美白对虾就成了最好的替代品种 2001年南美白对虾开始大面积推广 利润水平相当高 由于浙江到了冬天气温下降 水产品很难养殖 而这时海南的南美白对虾 用到浙江最高可以卖到八十多元钱一公斤 陈门龙在别人都不敢承包的时候 租下六百亩土地 并且放出要做浙江省第一的豪言壮语 就是看中了南美白对虾这样的高价格 这次出手至胜的王牌就是反季节养殖 然而把六百亩土地挖成池塘 再加上建大宏的费用 至少也要六百万元 怎么大的投资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妻子跟着陈门龙搞养殖 风力来雨离去的 几乎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如果维持现状 六百万元可以让陈门龙一家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万一失败了 那就要一切从头再来 自己将如何面对妻子和孩子 但是反季节养殖南美白对虾的高利润 对陈门龙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我留不起来 这个经济效应该有多少 你成本不到七块 七块也接近成本 你买到五十块的 你四十块 这个是提防舒适 是吧 那些天 从来不做家务活的陈门龙 天天在厨房里围着妻子捉来转去 有什么家务活也抢着做 陈门龙的妻子讲不了普通话 她的女儿很了解我平当时的想法 快接近二十年了 这样的积蓄全拿出来的话 当然是心里可能有点担忧的 或是怎么样的 在家里 一个未知的结果折磨着每一个人 在村里 人们对陈门龙反季节养殖南美白对虾 也觉得有点不靠谱 因为见大鹏养殖对虾 当地人还从来没人做过 大鹏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 是听说大鹏什么种蔬菜啊什么的 没有听说过养蝦 养殖是有季节性的 如果错过了合适的季节 那么一年的时间就要浪费掉 这逼着陈门龙必须马上做出决定 几天之后 陈门龙手里拿着上百张存折 走出了家门 陈门龙拿着村者走出家门的时候 肯定不像在回忆时语气那样的轻松 甚至可以说当时的陈门龙有点孤注一掷 春节前后是浙江天气最冷的时候 为了赶工期 陈门龙偏偏泡在挖池塘的工地上 没过多久 陈门龙就病倒了 长痴疮了什么的 住院了 然后他好像就没做几天就逃出来了 前期的土地改造费用已经花了三四百万元 在施工最紧张的时候 当日一天就会对生产造成影响 陈门龙在医院根本就待不住 刚刚做完手术 就趁着医生不注意自己溜出来 就这样 陈门龙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把六百亩土地全部改造成池塘 并且建起了五个养殖大棚 为了保证大棚不被污染 一般来说不会让任何人进入 为了可以获得反季节养蝦的最大利润 陈门龙咨询的专家精心设计大棚 所有的设备都用最先进的 这样的配置在浙江省都是头一份 这个酷磨的氧气啊 氧气打下去的话 下面氧气没有的话是正氧的 强烈氧气的 那边好像就在冒气是吧 冒气嘛 这个氧气嘛 氧气打下去的话就剩下采量 为什么要这样打下去呢 为什么要这样打下去 做气气开着 你不打下去的话采量本身就一分 打下去的话就两分以上 有什么满多用吗 不用啊 比如说人生一样吧 这氧气能比较活有了 这下人一样 在海洋与渔业局专家的帮助下 陈门龙每亩一茶就可以养出两吨的南美白队 并且可以在冬季上市销售 别的家没有借 他最早呢 周深就是第一家 其大妈就是第一家 这个对象一差就有两分银 两分银目 数目就是 加起来的话 四万斤对象 四万斤对象的话 就是平均价格 有马到多少 四十块 半大流了 一年这个成本马上打下去了 在汽车采访的时候 李大鹏对象起步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为了说明大黄里对象产量高 陈门龙要在池塘里下一次瓦 你看一下 等下五分钟之间 现在不够缺口 现在看下五分钟之间 可以修瓦了 这些吧十几斤 二十斤 本来约定的五分钟 可是刚刚到了三分钟 陈门龙就急不可待的准备收瓦了 这是三分钟之间的 有这么多的下来 已经有八斤到十斤等一下 有这么多啊 有这么多呢 你看一下 我回来这里啊 陈门龙的养殖大鹏 每个占地有两亩多 第一年的时候建了五个 第二年增加到十个 到2005年 陈门龙的养殖大鹏 达到了十五个 其余的五百伯母池塘 也养上了鱼虾等水产品 就是这几百亩的露天水面 让陈门龙干了一件 出人意料的事情 一场台风来袭 小鱼村面临被淹没的危机 陈门龙要选择池塘的鱼虾 还是全村人的生命 亏损百万后 剩下能勉强虎口的池塘 为何他却把这些池塘 分送给大家 才让其他渔民 学会自己的养蝦绝技 这看似亏本的举动 如何让他东山再起 荣登浙江水产养殖界的第一名 做生意的人 都有不能说的独门绝活 但浙江有一位鱼虾养殖部 不但把自己的生财工具 分送出去 还把养蝦的绝活交给渔民 这个人就是养蝦达人陈文龙 他养了二十多年的虾 却从未赔过钱 正当他的养蝦大棚 以惊人的速度扩建时 无情的台风来袭 把大风里的鱼虾一扫而空 所剩无几的他 为何还把自己 才刚兴建的池塘 分送给大家 甚至免费交到渔民 学习养蝦绝技 这个举动的背后 暗藏什么计谋 让他不仅能东山再起 带动当地的经济起飞 还成为浙江水产养殖地录的保持者 2002年 在别人都不敢租的时候 陈文龙承包下六百亩土地 建成浙江省第一个反季节 南美白队家养殖大棚 并且以每年五个的速度增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15年8月 麦煞台风登陆浙江 一时间光风暴雨 到时候天气一波他爷 他也没有报道说雨量要这么大 但是大家彻彻不及 大雨从下午五点钟开始响 一直持续不停 并且越下越大 五点开始雨量还好 还好 就是到了九点左右 雨量特别大 就是像以前这个形容 用水泼出来 就是绝对不夸张的 雨量这么大 就连陈文龙这个五十多岁的人 都没有见过 从小岁没见过 这里都干嘛新来 沙发长前浮起来 全飘不起来 到现在为止 那个水的痕迹还是有的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所以呢 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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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条印啊 啊 这条印啊 短时间内 降雨量就达到了将近四百毫米 整个村子都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 因为村子沿海的地方都筑起了大方 这时候最关键的就是打开闸门泄洪 雨还在不停地响 水一一阵的往上涨 这个时候 在泄洪县场的樱桃节 接到了陈文龙打来的一个电话 当时陈文龙露天池塘就像这样 炸到外面是大海 炸门的里面就是五百亩池塘 这里天天不知道 陈文龙的池塘里还有一个炸门 他妈不知道我这里起门有没有 我这中正很笨上了 我们起门有这么大的话 他不是找 他说说也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那里也可以拍水 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 我们那个小沙门 我会拍 但是输退们 老百姓们心也比较急 如果打开闸门 就可以大大提高泄洪速度 但陈文龙心里清楚 打开闸门 首先被冲走的 就是自己池塘里的渔下 这意味着 至少上百万轮的损失 但看着村里快速上涨的水位 陈文龙还是给樱桃节打了电话 夜里三点钟 陈文龙打开闸门 开始放手 沟啊这么大 一放下去的话 这个传不到这里 远去 就是虾 我们啊 放下去的话 这个虾 不大流了 谁都可以 扎上来 那么大水 应该看不出来的 它淘嘛 淘嘛就是跳起来的 跳起来就看到了 扎门开了两天两夜 村里的水位降下来 在陈文龙的养殖场 除了十五个大棚 其余的五百多亩养殖堂里的鱼虾 都不跑光了 就我清清楚楚 养殖东西马上可以修得掉 要下次跑掉了 肯定要 成文龙如果选择不打开扎门 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 养殖堂放空了 可是大家的赞扬 却让他感觉心里 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卖沙台风过后 陈文龙重新翻修了池塘 重整旗鼓地搞起了养殖 这个时候 当地实施转产转业 很多渔民不再出海打鸣 一向习惯独来独往 做生意的陈文龙 也开始有了转变 他把自己的六百亩池塘 分出二百五十五 给了转产转业的渔民 搞学产养殖 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反正他跟他们赞起来 真的 可是我是 你不要问我 我是耐性 真的能赞钱 我普遇而要学到 学到他们的痛苦 现在鱼 长不来了 生活过去不来了 没办法 我们都是兄弟一样 因为本身都是兄弟一样 2007年 由浙江省农业厅牵头 开始在农业 林业 海洋与渔业三大系统 开展农业经营丝创建活动 记录的形式 有最高的亩产 最好的重养母效益 最大的重养面积等等 经过专家实力测定 成了农养殖的南美白对虾 平均每亩效益达到11万元 成了浙江省的第一名 一亩南美白对虾的收入 就可以买一辆小轿车 可是陈文龙至今为止 也没给自己买一辆轿车 每天他在养殖场里跑来跑去 都是骑着一个用了好几年的 电动自行车 到了2009年 陈文龙已经把养殖大红的数量 扩大到25个 他把之前的利润 大部分又投入到养殖场里了 除了做浙江省的第一 在他的心里 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现在有这个大的 有这个好的 我想 今年到明年 这投资到后年 十年结束的时候 我就拿下成功 公开商业机密 结果不一定是赔钱 虽然陈文龙把自己的虾池分送出去 还把养殖的绝魂交给渔民 这一切看似亏本的做法 实际上却是透过全体养殖户 一起养殖对家 将产量迅速提高 带动整个村子的产值 更撞到了他的养殖规模 成为浙江养殖界的领军人物